以下的節目指標達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廢話十分鐘 這星期依舊,其實很少說話 因為香港現實,太多事情發生 在播劇世界中,其實很沉寂 你看到我的影片有沒有說? 你知不知道我是拍了黑鏡review 真的沒心思考出 我想都不會出的了,那算吧 跟隨時事件,其實我真的不應該說事事 但我想說回立場 你不要說支持警察、支持政府,還是不支持 我某程度上,我都可能要道歉 其實我是很看死香港人的 我由第一次遊行,我已經覺得沒什麼信心 你真的有這麼多人可以出來的 因為每個人都想著,這些東西不打到我 與我無關,由第一次 103萬人去說的數字 我已經覺得很多人了 而第二次你竟然可以雙倍的 但現在政府就告訴你這些數字,真的是數字 其實我還是繼續看死香港人 遊行了,我就盡了自己的能力 我想死了,政府就是看死你們 你們這群人都是出來交談的 他們就什麼都不做 他們那些什麼暫緩、停止 我是看死香港人,覺得這些叫讓步了 待著才無所謂 你之後的行動一定是升不下去的 一定是不斷跌下去的 這是我一直以來對香港人的看法 最近這幾天我在電台聽 有些聽眾說 其實覺得應該要先代主 別人政府都已經停止了 不應該再做出更多無謂的衝突 然後我就在想,香港人真的不能夠 現在不是說極端,不是說暴力 不是說一定要讓政府妥協 我們全都兇了 現在那件事是人家要無緣無故跟你施暴 你要怎樣決定一件事 就是不應該有施暴的行為出現 但你就將施暴的施暴方 與受害者的角色倒轉了 你覺得政府已經讓步 那你還想怎樣?現在你就是暴徒 咦?是這樣的嗎? 到今天為止 我看到的都算是 還有一個大多數的香港人 都更清楚的事實是我們現在被人強悟 你是要撤回你的動作、你的行動 離開我的房子 我才能夠安全 今個星期,我真的很沒心機 但我都特意找了一套劇來播 那一套坊間都是超級好評的 這套叫做Chenobo 切爾諾貝爾 很神奇地 這套劇是很適合現在看的 因為它是香港現在命運的預言書 是一套什麼劇集呢? 是HBO的劇集 只有5集 是miniseries 沒有第二季的 而我看了,我很肯定地說 有什麼獎? 總之是miniseries的獎 金球獎、艾美獎 去拿了 一定是去拿了 Chenobo 說的事 也知道刺耳諾貝爾發生過什麼事 就是核電廠爆炸 就是1986年4月26日 核電廠爆炸 在核電廠爆炸 之後再說他的善後工作 當年的真相是怎樣 這樣圍繞著這件事而拍的劇 我之前的期望是 是一些很深奧的劇 或者是一些看完很不開心的事情 反而我看的時候 我的心情沒有讓我想像中那麼深奧 他很淡然地說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他會用不同的角色 給不同的立場 他們的時點 當然那些都是真人真事改編 很刻意地說回不同的角度 有一個就是革智物理學家 他就要怎樣處理這個crisis 科學家如何去思考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是他本身這個 為何會爆炸 你和真人這些很正正經的劇 你會想 一定是有些東西捱著來看 我看的時候 看第一集 他頭兩三分鐘 其實他已經吸到我了 他的對白是寫得很好 開始是說 謊言的代價是什麼 並不是我們以為謊言就是真話 而是當我們聽得太多的謊言 我們就已經分不出哪些是謊言 哪些是真話 整套劇都你不用猜了 因為我們根據真正的故事 他說的事情就是 為何會有次諾貝爾這件事發生 整件事就是基於有人說謊言 這個又說謊言 那個又說謊言 是一個人為災害 到最後一集 其實他有句對白很深合 就是 為何你要擔心一些不會發生的事 而說那個人 就是類似政府高官的東西 最悲傷的是 你看完整個故事的 context 你就知道他們不是擔心一些不會發生的事 他作為一個科學家 他就是知道這件事會繼續發生 所以他才要擔心 而你們就被謊言 蒙蔽著覺得這些事不會發生 情境在哪裏 正正就是現在的逃犯條例 且你都沒有作家犯科 你怕什麼被人拘捕 現在我們就是知道 我寫一本BL小說 我講一套劇 或者我拍一套不知什麼片 我講一句不知什麼話 我就會被人拘捕 那我為什麼要擔心一些不會發生的事 這些就是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此外表爾是超好看的 其實他不是善情的 我都沒有說情緒高低起伏都很重要 他是很懂得包裝他的對白 而且他是用整個故事 他很刻意說一個謊言的代價 而那個謊言的代價 當然在一套劇就是Chernobo 你套用在現實很多政治事件 無論如何都好 謊言的代價其實是很大的 甚至去到結尾去說 很有機會 為什麼蘇聯會解體 就是因為Chernobo 你想想如果現在 我們香港人接受了 逃犯條例 修例的謊言 我們會變成怎樣呢 另外還有一些傷心的消息 就是 Good Ormonds 和 Stranger Things 都被取消逐頂 哇這件事真的很慘 滑雪其實是這樣的 不是真的取消逐頂 Good Ormonds 我之前說過 一套 BBC 和 Amazon 合拍的劇集 是一季六集 小說改編 其實是有宗教意味很重的劇集 宗教意味很重 是純粹因為有天使和魔鬼 但是它的故事由於說到天使是有點洗顧滑的 而魔鬼就有些善良的因子在裏面 所以有些基督教的人就很不滿意 聯署叫Netflix你和我禁止這部劇集 Netflix 說你放心 我們會禁止這部劇集 因為都不是我拍的 我又覺得真的拆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一個人 有十幾個人這樣做 都算了 有時你知道那些 OTT 平台 我都分不到誰打誰 我是不是都覺得是Netflix 拍的 那算了 但你整幾千個人都是這樣 就未免是難過了一點 I Amazon 也說 那好吧 你不拍 Good Ormonds 我也會禁止 Stringer Things 而且 Good Ormonds 應該只有一季 我現在還在刨那本小說 話說結局應該是那本小說的結局 如果他開啟第二季 是否不可能 其實又不是 因為其中一個作者 Neil Gaiman 還在這裏 他喜歡可以寫出第二季 但Neil Gaiman 做訪問時 他也說過 其實Good Ormonds 本身都是一季 都是一季拍攝的作品 甚至乎是 他是故意縮短了長度 這麼濃縮的放進去 所以他應該沒有第二季的計劃 而Stringer Things 為什麼呢 Stringer Things 會做五季 而現在只不過是第四季 還是第三季 我忘記了 他最近也推出了新的附送 開始就上 我不會看的 如果你沒有知道的原因 我之前說過的 我覺得他第二季是垃圾 我覺得Stringer Things 第一季 是一個很值得看 很好看的作品 但第二季打後 就是你對那些主角 還有情懷的就留在這裡 我真的沒有了 就算了 但也算是一個 時代的標誌 你說Stringer Things 起碼人們都會知道你說什麼 下星期再見 Bye Bye 有時期再見 呼籲